結果你還是跑下去玩了嘛 哈囉大家好我是冠冠耶 歡迎來到我們minecraft人生成一百三十集囉 我們上一集呢就是 沒錯就是我們背後這個熊貓溫泉喔 那也受到蠻多觀眾的好評喔 那我在私底下的時候呢 當然也是有稍微繁殖一下我們的熊貓 來來來再來繁殖一下 那我們熊貓要繁殖的時候 他旁邊必須要有竹子喔 所以要稍微把他們推到岸邊這邊去 他們才會有貌愛心的感覺喔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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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隻即將要繁殖了 那其他的因為剛剛有繁殖過了 所以現在都不理我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沒錯 因為我們既然都有一個溫泉了 那溫泉裡面必備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的桑拿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幫熊貓做一個 桑拿的桑拿玉喔 來我們這邊還有很多的畫木原木 還有這個叢林的原木喔 然後這一次我的構想也會用到很多的這種石磚喔 還有這種半磚 那最後我們要帶走的東西就是這一些喔 剛剛如果有眼尖的觀眾啊 說不定就會發現說 欸為什麼冠冠要帶紅石喔 來來我表演一次給你們看 上一集我們的主角這個營火嘛 他放在這邊但是碰到是會受傷的嘛 有沒有有沒有是會受傷的喔 那如果你要把他澆洗的話就必須在上面弄水桶 像這樣子他就會洗掉了喔 那洗掉之後你就把水收回來 再放上我們的打火石把它點一下 他又會重新升起了喔 所以我們拿紅石呢就是要方便他開關喔 先把這個紅石電路都教你們喔 這樣子等一下我才可以認真蓋 欸欸欸走開 走開 首先把兩個發射器呢都對著這一個營火 然後再把我們的紅石粉這樣子接過來 那我們在這個紅石的中間呢這一條這邊放一個中繼器 這樣子這個訊號會比較慢一點點傳到這邊來喔 然後我們只要在裡面放一個打火石 另外一個把它放水桶 再放上我們的按鈕 欸放這裡放這裡 來按一下 OK這個紅石呢是要放到上面來喔 按一下有沒有有沒有 他他把那個水打出來了喔 他就熄滅了 這個時候呢你只要再把點一下這個水收回去 然後這個訊號會比較慢點燃喔 按一下 有沒有 他就點燃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 決定要不要冒煙霧的開關了喔 好太棒了 這些簡單的東西 我們就稍微把它講解完了喔 那我們要選定一塊地點的話 我應該會把它選在 痾...商拿的話 痾...走過來 蓋在右邊好了 那我覺得這一塊空間呢可能 不會到太夠喔 所以稍微再把這邊加大一點 然後一樣在我們最外圍都種上竹子喔 不然等一下熊貓又不小心偷偷跑出去 就尷尬了 OK 我們這一塊地呢 就來蓋我們的商拿房吧 他在蓋商拿房的同時呢 我也來跟各位講一個 商拿的小知識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商拿這兩個字 原本是哪一個語言呢 沒錯 不是英文喔 商拿這兩個字是源自於芬蘭喔 芬蘭語 來來我們來聽一下芬蘭語的商拿怎麼唸 商拿 商拿 他有一點鼻音喔 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 反正就是這個音啦 他不是商拿喔 我們一般看到的商拿房啊 大部分都是長這個樣子嘛 那 當然 他會是這個樣子出現在大家面前 是跟這個商 商拿 商拿 算了 反正就是這個原意是有關係的喔 他這一個話的意思呢 意思就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喔 那商拿呢 本來就是在芬蘭這個地方呢 源自於可能 有人說兩千多年前喔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麼久啦 反正就是 他們本來就會在一間小房間裡面 大家在裡面一起像在烤烤箱這種感覺喔 因為是源自於芬蘭嘛 所以我們看到的商拿房幾乎都是 真的是沒有窗戶的房間喔 那除了之外 你可以說任何沒有窗戶的房間都叫商拿喔 像是 船的那個貨倉啊 或者是外國的一些宿屋啊 或者是 別人家的狗屋喔 你全部都可以說這個都叫商拿喔 不過到我們這邊呢 商拿就變成 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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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項嗎 那我在這邊偷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你們覺得 這個才是商拿 還是 這個才是商拿 你們可能看不出差別喔 一個是有水蒸氣的 一個是沒有喔 到底哪一個才是商拿呢 給你們三秒想喔 我幫罐罐數321 OK 時間到喔 其實 兩個都是商拿 那這兩個既然都是商拿 那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商拿有分成 乾式商拿 跟獅式商拿 呃 獅式 商拿 這個意思呢 其實就是 呃 你 還沒有開幕 就來 走開 意思就是呢 一個是真的是乾烤 也有人叫乾蒸式喔 那另外一種就是濕的喔 濕蒸商拿 那我們起源於芬蘭的 最傳統的那種商拿 是乾式的商拿喔 這種乾式的商拿呢 基本上 它的溫度大概都落在 70度以上喔 聽說有人會烤到100度去的喔 那濕的商拿呢 溫度大部分都落在 40-50度左右 因為如果你有濕氣的話 然後溫度又太高的話 其實可能 很容易就造成人體受傷喔 那對我們現在來說 其實濕式的商拿 其實 就等於 幾乎等於蒸氣浴喔 因為這原本的濕式的商拿呢 其實是指說 在以前的商拿房裡面啦 其實他們都會放一種石頭 專門來加熱用的喔 那原本他們的濕式商拿 就真的只是把那個石頭 加熱之後 上面再淋一些冷水 冒出了一些水蒸氣之後 這才叫濕式商拿 當然濕度不會另外一種 蒸氣浴這麼高喔 我們現在看到的蒸氣浴呢 那個濕度大概都有 80-90%以上喔 那如果是一般的 傳統的濕式商拿 那個濕度可能只有10%到10% 那乾式商拿呢 可以說是連10%都沒有喔 那除了芬蘭的這種商拿呢 別的國家也有別的商拿 泰式商拿的話 比較屬於 其實他們算在按摩的啦 在做商拿之前 可能會有一些精油的按摩啊 這些程序喔 那還有韓式的商拿喔 韓式的商拿就比較現代科技化一點 他們用的是電氣石商拿 或者是遠紅外線商拿喔 這種商拿呢 就是我們平常在外面的一些 可能小飯店啊 或是家庭用的商拿房 這種基本上都是屬於 電氣石遠紅外線式的喔 這兩種有沒有分開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我有知道 電氣石也有跟遠紅外線做搭配 電氣石這種石頭呢 有人會把它液態化之後 再用遠紅外線把裡面的能量釋放出來 這個能量碰撞到人體之後呢 可以讓人體的細胞變得活躍喔 藉此增加新陳代謝這類的益處喔 那我們來聊聊商拿的功效好了 功效的話 到底濕式跟乾式有什麼分別呢 乾式的商拿呢 理論上我們主要是 要用來排汗用的喔 因為在高溫的環境中呢 人體的血管會擴張喔 血液循環會加快 所以我們常常會發現 在洗完熱水澡之後 會比較有精神有沒有 那在商拿市待的時間呢 通常都是15到20分鐘喔 通常這個時候待完 就會直接出去 沖個冷水 因為這樣子會讓心臟收縮喔 讓血液快速的流通 進而達到 促進血液循環的一種功效 那當然 如果你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千萬不建議這麼做喔 有可能會造成心臟衰竭喔 那我們的濕式商拿呢 其實它又稱為 土耳其蒸氣浴喔 那這種蒸氣浴呢 它大部分都是使用 就是燒好的熱水 再接有一些管子 把熱氣放到這個房間裡面去喔 所以整間才會這樣子 白白霧霧的 那它的好處呢 跟前面一樣 初期邪域循環 跟新人代謝之外 聽說還可以透過那個蒸氣呢 跑進去肌膚裡面 然後讓我們的肌膚變得更加的濕潤 然後膚質更加的好喔 那不知道各位 比較喜歡哪一種桑拿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乾的啦 因為 我覺得那個濕的 自己要呼吸是有點痛苦喔 那個熱氣跑到鼻子裡面 熱熱的 所以不能吸太大口 不然呼吸到 是會不舒服的喔 那再稍微介紹完 我們桑拿之後呢 我們的桑拿房 也快要做好了喔 呃 我們加速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各位 聽過我們一番的努力之後 我們的桑拿房 終於變成 這個樣子了 哈哈哈哈 你還只看不出來 沒關係 我們直接把熊貓一起引進去好了 來要泡桑拿的 趕快來喔 看來只有這兩隻跟上來喔 這一隻 感覺是想來 但是還在裝死喔 不要理他 快點我們進來了 喔有沒有 進來映入眼簾的 就是我們這個 前面那塊好像 浴室沼堂的那個布喔 進來之後呢 沒錯 進來之後就會到我們的 桑拿房喔 你們看我地底下 已經有在冒一些煙了喔 這是桑拿應該要有的樣子喔 我們不可以讓這邊 失溫喔 所以隨時都要保持有一點煙霧的感覺 來 你們兩個先生個小寶寶吧 喔他不要欸 他不要 喔喔喔喔喔喔喔 快跑快跑快跑 因為旁邊沒有竹子喔 所以他生氣了 來 我們來實驗一下喔 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我們的蒸氣浴 就會這樣子冒出來了 有沒有 感覺了有沒有 來來來來來 冒出來吧 哇 真的 冒出蒸氣了喔 那我們原本這個 本來就冒蒸氣這個 我有做一點小巧思喔 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看現在我把他挖開喔 然後 他現在是在這個地下兩格的地方 如果你在這個 營火的上方一格 放一個方塊的話 他的煙霧不會這麼濃喔 他會被擋一些掉 有沒有 這樣會小小的過濾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還是太多了喔 所以我把他弄了兩層喔 這樣蓋起來 他煙又會被第二層過濾喔 所以他會冒得更稀疏一點 只是這樣子冒出來一點點就好了喔 那我們桑南域 我不知道什麼 都有一個很像可以靠背 是不是在隔熱的東西阿 這一塊板子喔 我都弄了這個 叢林木的告示牌 這樣子把它弄 我覺得蠻漂亮的喔 那我帶你們來看那個紅石機關 我還弄了一條小道路喔 在這邊在這邊 這個旁邊這邊這個門呢 進來就像我們的 機房種地那種地方喔 進來到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個 這個這個沒錯 就是紅石路喔 因為我想說喔 到時候如果有一天 我們這個打火石 被我打到壞掉的話 要換的話 還是要一條路可以進來換喔 沒錯喔各位 我們這一集的 商拿房 就是這樣正式的完工喔 欸欸欸欸 心也沒想炮是不是 那我們的屋頂上面也不會生怪喔 因為全部都是半磚喔 所以也不會有怪物生成在那邊喔 那我們的熊貓 喔唷 那個是怎樣 那個熊貓 搖擺了 搖擺成這樣 因為他很害怕喔 你看這兩隻 這兩隻太害怕了 然後又剛好下了一雨喔 他們就擺出這個 奇怪的姿勢喔 看來熊貓生活在這邊 越來越豐富了喔 那就繼續期待我之後 會對熊貓在做出什麼 奇怪的事情吧 那我們這一集影片內容 差不多到最後一個 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集影片內容 我們要下方點個喜歡 那如果想要持續觀光 我最新發布的影片 訂閱我吧 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你會喜歡 estan上拿房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阿吧吧吧吧吧 阿吧吧吧 بال 阿 Sed 就像是看他們進集的搖擺 也是很療癮喔 我